人与生活环境里头的树木花草 要和睦相处 人与天地鬼神要和睦相处 要彼此尊重 彼此尽耐 互足合作 这是天道 这是信德了 违背信德 违背天道 古报就是在三土 人生非常短暂 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 所以古人讲 聪明人有前后眼 不只只看眼前 他能看到过去 未来 这才算是真正聪明人 我们要常常想到 死了以后往哪里去 常常常想这个问题 我们对于眼前五余六成的诱惑 自然就淡几分了 不会把他看得那么重了 逐渐逐渐看淡 与大众往来的应酬 逢常做戏 这叫岁月 这叫不坏世间法 放不放在心上呢 决定不放在心上 心地清净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 这是个念佛人 与大众相处 和光同城 随缘当中 帮助一切众生 绝悟 这个人就是菩萨 帮助他去悟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从迷惑颠倒 醒悟过来 醒悟过来的人 不为自己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正法救助 这是真正的回头的人 醒悟过来的人 感谢观看